别强人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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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 玩呢 标缠 玩得挺嗨呀 注意点 站起来 完了 完灭了 该 你干啥你 王小千啊 我未有你这样的二姑父 感觉到耻辱 哎 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怎么跟你二姑父说话呢 你看看 这人认识不 妈呀 这照片你哪来的 我朋友圈里边转发的 这个手术单上的签名 父亲 钱顺芬 别说和你重名啊 对 重名 钱顺芬跟我重名 这个小土豆子的侧脸 别说和你连相啊 不是 这就是连相 别强那么用的 就是你 这个孩子的妈妈 刘美芬 正满世界找你呢 是不是你 这人是不是你 这是我 大千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好事 不要脸 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做连桥了 连桥 你啥时候是我连桥啊 二姑父 我现在就告诉我二姑父 你站住 往下 我跟你说 你二姑怀孕了 现在是七个月 我跟你说 不能受刺激 你千万你别说 我跟你说 这事是个好事 你憋的 听着没 对 不能受刺激 别说啊 千万别说啊 你放心吧 不能说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她咋 二姑父 哎 我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了 没有啊 挺挺合适的 那我问一下玩个估计啊 小了 那指定是小了 来来来来来 二百块钱啊 买件衣裳啊 别说啊 哎 好孩子 我这鞋也不跟你咬了呢 这鞋呢 来来来来 二百块钱 拿着 换双鞋啊 这上下都有了 中间是不是不能光着呀 没了 你二姑父没了 就四百块钱呢 没钱了吗 二姑父 我拿你这四百块钱 都感觉到耻辱 我跟你说 这是个好事 谢谢啊 别乱说去啊 小天啊 可麻烦了 你这事还不好解释 钱顺丰 他咋知道 哎 大姐夫 大姐夫你回来了 不要叫我大姐 咋去了 我为有你这样的人瞧 感到吃辱 你咋去了 这上面照片是你过 上面写着父亲 钱顺丰 跟你同名吗 是同名 这小赌头的侧脸 跟你也联系吗 对你分析的特别对 这个人咋 我告诉你 有美缝正在找你 明白不 钱顺丰 是不是你干的 这是不是你 大姐夫 我跟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 这是我 不要脸 臭流氓 不是 钱顺丰啊 大姐夫 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你听我解释 你媳妇二米 怀孕七个月 怀的是你的骨肉 你说这事让二米知道了 可咋整 这千万不能让二米粒知道 大姐夫 能不知道吗 我的朋友圈都转发了 他能不知道吗 你说这可咋整 这个事还不好 大姐夫 干什么 你站起来 我告诉你 钱顺丰 我这辈子 最看不起的就是男人跪下 男人膝下有黄金 站起来 我不站 大姐夫 你替我扛一下吧 我怎么替你扛 你就说这孩子是你的 是吗 你这是坑我呀 你这是往死了坑我呀 你直接把我埋了行不行啊 大姐夫 这事你不帮我扛 我可就死定了 我帮你扛了 我就死定了 你明白不 其实这事我能解释 但是这真是个好事 你什么好事啊 我怕他不相信 大姐夫 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站起来 大姐夫没说你 明白 钱是坑你给我站起来 叫你呢 大姐夫 你上班了啊 你没你下事 西方 网小圈 朋友圈里边的照片 别说和你联想啊 别说是巧合 别说我看错了啊 到底是不是你 是我 你听我 解释 来 给我解释 大姐夫 解释 我解释 好 媳妇啊 是这么回事 今天早上我开车去公司 我就看见马路边有一个孕妇摔倒了 我就把她扶起来 扶到我的车上送到医院了 到了医院以后 这大夫说 这孕妇的养水都破了 需要马上进手术室进行手术 需要家属签字啊 她旁边也没有家属啊 于是我就拿起笔来 在父亲一栏里写了个钱 顺风 后来人家母女平安 孩子大人都挺好的 我一听挺好的我就回来了 就这么点事 谁知道你们都知道了 你就编吧 你这么编谁信呢 我信 你看啊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对上了 宝宝 我就说你爸不是这样的人吗 咱回屋叫叫去了啊 虚惊一场 是不是 我问你个事 二美日最近精神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啊 挺平常的 她怎么能相信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很惊讶啊 这个事她怎么就相信了呢 早知道她这么轻易就相信了 我就不拿四百块钱给王上圈封口了 等会儿 你拿钱封了王上圈的口 什么意思啊 没有 你这还是骗人 不是我 你指定干坏事了 先生 我就 怎么王上给王上圈四百块钱 封什么口 这没事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是怕王上圈把这事说出去 这是好事 她说就说呗 我不是怕这事弄到大了吗 就以你这性格 干了好事 不得大肆宣扬啊 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解释 前世芬你真行啊 这时候还骗我呢 是吧 你是不是哪有二米粒当傻子呢你啊 我没有 我为你们老前妻还孕都七个月 才这么对我 我知道 我跟你说前世芬 你以前仨个小黄也就算了 现在你玩大了 我没玩大了 玩飞鞭子呢你咯 你在外边给我找一大姐 还给我生一头胎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医院 你等着 不行吧 你上什么医院呢你啊 我上什么医院 有人给你生头胎了 咋的 我还得给你来这二胎不 啊 不要脸 不是媳妇 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呀 没问题 这孩子是无辜的呀 大姐夫 大姐夫也不好使 站住 这孩子是我的 你看 你看 啊 这孩子是我朋友的 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就他朋友的 二米 来你坐着 我跟你解释 二米啊 情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 这个 刘美凤的老公 是我从小的发小 是我的好朋友 对 他老婆刘美凤 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 不幸英年早逝 啊 刘美凤悲痛欲绝呀 就不想生活 甚至连孩子都不准备要了 那不行啊 对呀 我一想 这时候我得救他呀 但是你是知道 你大姐夫这方面 对女孩确实不行 我就请了钱圣恒 因为这是他的强项 对 这是我行啊 你别说话 但是你放心 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呢 不是他一个人去 都是我跟着他去的 你去没去 啊 去没去 去了去了 过来 去了 我当时我跟他一块去的 每次我们一进到刘美凤家 我们都会 拜计刘美凤的前夫 不用跪下 去宫 然后 我开始做家务 干活 炒菜 钱圣恒 就做心理理疗 给他讲一些美丽的传说 久而久之 刘美凤 重拾生活的信心 对 今天 刘美凤临产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本来这个字 应该是我签 我就让顺风签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不是你们也要生了吗 我让他提前找一找感觉 对 是吧 你看 现在孩子也平安了 这是对刘美凤老公 在天上之灵 最好的慰藉 对 你谁呀 我刘美凤的老公 你看 感动的 在天上下来 你谁 我是刘美凤的老公 他咋了 什么叫咋 我大姐夫看见在天之灵了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大姐夫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是不是 不能说瞎话 说瞎话是容易遭天天 我没说瞎话 兄弟 你怎么才来 您就是钱顺风吧 我就是钱顺风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事情是这样的 你说 我媳妇呢 本来预产期呢 还有一个星期 这不今天早晨 去赛事场买菜吗 突然间 我孩子就降临了 当时情况特别危急 羊水都破了 要不是你 亲自把她送到了医院 哎呦 我可能现在就 见不到我的媳妇 和孩子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你等会儿 你把最后一句话 你再说一遍 谢谢你 你不是这句 谢谢前面那句 大点声 你们都听好了 大说 要不是钱顺风 及时的 把我媳妇 送到医院 可能我现在 都见不到媳妇 和孩子了 听见没有 小孩子 你听清楚没有 我听清楚了 我告诉你兄弟 遇上这种事 任何一个人 都会挺身而出的 更何况是我钱顺风 我钱顺风 经常做这样的事 就是没人信 秦大哥 我信 我告诉你兄弟啊 有个事 我有点对不起你 我在孩子的父亲 那一篮里 我填上了钱顺风 我截图先登了 你牵得好 我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 我的孩子 就有两个父亲了 一个是生他的父亲 另外一个 就是救他的父亲 就是您 谢谢 好的好的 没事 非常好 小刚子 你愣在那儿 你是干什么 逛股掌有什么用啊 怎么办 马上到物业 整理一下我的世界 向全小区的人宣传一下 明白 那个 这样 麻烦你跟我去一趟物业 好不好 好吧 不用 他不用去 他还没有表扬够我 不是 继续表扬 是不是 他必须去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辈子 没干过什么好事 你冷不顿干个好事 别人不相信 我得找个证人 太对了 赶紧去 不要利息自己 表扬的语言 好好好事 一定要好好全场 去 去吧 谢谢 没关系 好好解释啊 要不别人不相信 这怎么 怎么的呢 老公 哭啥呀 别哭了 从咱们结婚到现在 我干啥事 你都不相信 今天你还冤枉 我连孩子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干啥玩意 关键是太意外了 你也不咋做好事啊 关键是 媳妇 让我跟孩子 说两句话 孩子呀 爸爸是个好人 爸爸向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 你放心 等你生出来的时候 会被有我这样一个父亲 感到 吓了孩子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二胡佛 我在朋友圈里边 看见了你的事迹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你是我们小区的光荣 你是我的脚 我想你直接 吓了孩子 吓了孩子 你拖了 四百块钱还我 花了 花了 买新衣服了 好看不 下手可真快呀 二胡佛 你拖下来我试试 在我这裤子就弄好了 你咋哭 二胡二胡 二胡 二胡 我拖下来 你买的买卖 你别买那么囤的呀